然后咱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SKLearn吧 可能前几个酷啊 就是大家用起来 都觉得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觉得前几个酷 大家都可以边用边学 因为这些酷啊 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些酷里边啊 都相当于是给你封装好一些的函数 这些函数我觉得没必要啊 大家就专门的从头到尾学一遍 你可以啊 大致的了解一下 南派PandasMileplot 一些最基本啊 最底层用法都怎么去做的 都能干什么 然后等咱们实际去用的时候啊 咱们再继续来查一查 因为查API啊 就是说大家是作为工程师 我估计啊 大家以后的定位啊 肯定都是个工程师嘛 我们要实际的用代码去做一些事情的 那这个时候啊 你查API文档肯定少不了啊 基本上 不能说基本上吧 就是可能就是这样 你写一个函数 你查一个 写一个函数查一个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些酷啊 都是用了很久了 但是你说我全背下来了吗 我很难说 我很多东西都背下来了 参数啊 总是旺 总是混 那怎么办啊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拿个本去给它记下来 也没有去应备这个东西 最好啊 就是说 它呀 因为在官网当中啊 都有API文档嘛 API文档当中啊 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了 用到哪个不会 哎 我们实际的写这样一行代码的时候啊 肯定有这样一个想法 其实我就是经常有这种想法 我写一行代码 我就不自信 我不知道我对东西写的 到底对不对 诶 是不是哪个有问题啊 我总怀疑自己 那怎么办 API文档当中看一眼吧 人家给你定义好了 每个参数什么意思啊 对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我们就这么去做 或者说 我查这个东西 哎 我不会写了 怎么办呢 还是API文档当中啊 人家告诉你怎么写 你把参数传进来 这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我是觉得就是说 无论对于Python也好 还是这些 Python的一个工具库也好 当我们实际啊 要去用的时候 我们最好边用边学 用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掌握 太多哪个功能 不用啊 都是背下来 掌握一些最核心的 然后边边查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学习习惯吧 可能你单学南版 单学Pandas 单学这个东西啊 都要花好长时间啊 因为这里边的东西太多了 这样咱们的一个效率啊 就太慢了 我也说过了 时间啊 是最值钱的 我们应该用最短时间啊 做一些最多的事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SKLearn 直接啊 打开一下它的官方文档 然后我给大家啊 就是介绍一下 这个SKLearn这个东西 因为之后啊 咱们用这个SKLearn 用的相对来说呀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啊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这个SKLearn里边啊 它都有哪些功能 在这个SKLearn当中啊 大致是有这几个模块吧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啊 我说这是一个机器学习的库吧 在机器学习库当中啊 它都需要什么 它都需要一些算法吧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 把这些算法给你实验出来了 并且呢 封装的非常好 那你说咱们一般算是有什么啊 分类算法 这有的吧 回归算法 这也是有的吧 巨类 这三大块 它都有了 基本上啊 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 只要你是一个你能找到的 然后在你能找到 就是你能想到 或者能用到算法吧 SKLearn当中啊 基本上都有的 除了这个神经网络啊 神经网络 我们可以用TensorFlow去做 之后啊 等咱们用到时候 咱们再去说 然后用这个SKLearn啊 我们可以做 这三大模块 都可以去做吧 那是不是光做 这三大模块就没了 这只是基本三大模块 咱们再来看 下面还有三大模块吧 还有三大模块什么 第一大模块 降维 降维是什么 降维啊 就是说 哎呀 现在的这个维度比较高 拿到一个数据 一千维数据 都利用上 感觉有点多 怎么办呢 降维吧 降维也是经常 咱们要考虑的问题 PCE啊 LD啊 这个东西啊 就LDH那个 现在翻面分析啊 我们都可以拿来 去做降维的 所以说 SKLearn里边 不光有一些 咱们常规的 分类啊 剧类啊 回归啊 这些算法 还有这样的一个 降维的策略 然后呢 咱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啊 是否这么个事啊 你得知道 这个模型 它表现的效果 是什么样吧 这个模型好 还是不好 有多好 有多不好 你都得告诉我吧 有一个标准啊 在这里 你看 比如说我们在选参数的时候 哎呀 有一些参数 参数该怎么选啊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Cross validation 这是什么 交叉验证吧 还有不同的一个评估的方法 这些啊 我们都给它放到 这个Model selection里边 相当于是 对我的模型 对我的算法 对我的参数 要进行一个选择 最后呢 还有预处理模块 咱们刚才说了 预处理模块 还是蛮重要的吧 在预处理模块当中啊 我们要做事情啊 其实也是很多的 我们要去干什么 填充缺失值 要去做标准化 要做规议化 还要做一堆事情 还要怎么样提特征 那这里啊 咱们来看 它里面包含什么 包含了咱们基本的 预处理模块 还包含了提一些特征 比如说 你对一篇文章 你想提一个磁品特征 这是可以的吧 所以说啊 这个SKLearn里边 它不光啊 包含了 咱们常用的一些算法 还把啊 咱们一些常见的一些 就是相当于一些策略吧 一些要做的事情 都封装起来了 我们在用的时候啊 这个东西啊 就先来说 是比较方便了 然后你来看这一点 它有build on啊 什么意思啊 用这个SKLearn啊 你需要先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装好 因为咱们都是用Aniconda 去装这个Python嘛 这些东西啊 默认啊 它都是已经有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弄了 然后这块有example 我给打开啊 我来看一下 然后这块还有API文档 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它的这个example里边啊 咱们打开之后 我先不去说 它里边是什么东西 咱先把这个条往下拉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东西多不多 非常多吧 所以说啊 它的一个example 随便打开一个看一下吧 它的每一个模块当中啊 都是一个小例子 一个小例子当中啊 它是用最简洁的一个代码 给你阐述了一下 哎呀 我这个 我这个小例子做了件什么事 并且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这东西还可以下一下来啊 就是它的一个iPad s notebook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画出来 然后基本上啊 就是sqln里边 它所涉及到的这些小例子 都是非常多的 这是什么 这画了一个交叉验证的一个预测结果 我们也不用具体去看 然后到时候我是觉得这样 就是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啊 你看它也沾放里边 不是有这么多个模块吗 哎 大家可以就是针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模块 如果说就是哎呀 你现在就是想去学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感兴趣的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啊 先从算法原理入手 然后可以结合我另外一门课程 Python数据分析 继续学实战 再结合sqln 它的一些例子 我们就可以啊 学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其实呢 你说sqln里边 这些例子我都看没看过 绝大多数啊 我都看过了 这些例子就是以前刚学的时候啊 我们刚学的时候 即使也没有一个目标 就是想尽可能多的 去把时间给的充分利用起来嘛 所以说我当时啊 就是把这个例子 基本上都看了一遍 我觉得啊 它这个例子当中 都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而且来说 它还能干什么 这里面你还可以积累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模板 咱们来看 就是你看人家画的这些图 你觉得人家画的这个图 是不是看起来都不错呀 因为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模板嘛 人家画的这个图都不错 哎 我们是在画图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的一个想法什么样 反正给我画图啊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自己特别不愿意去画图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图当中啊 我用模板去画还好 直接套往里套 你要让我自己设计 哇 这个点多大 这个点透明程度 然后这个坐标轴 它的一个曲直范围 然后那块这个分布什么样 这些东西啊 你要让我自己去设计啊 我脑子特别疼 我非常不愿意去做这些可字画 我愿意做可字画展示 但是我不愿意去揪这些细节 这些东西啊 对我来说 我就感觉比较烦 所以说一般怎么做 一般啊 就是你看一下 SKLearn里边怎么做的 SKLearn里边 它是不是有一些模板啊 你看 它这块都是有画图的展示啊 咱们到时候都可以把这个图画出来啊 那你说你自己想做一个demo的时候 能不能利用它的模板啊 当然是可以用它模板了 我经常要去找画图的时候 我说我不知道拿什么东西画合适了 上SKLearn当中找一个类似的工作 把它的模板拿过来 往里套 这就基本上完事了 所以说啊 我是觉得这个SKLearn当中啊 可以三破模式下 它有很多模板 都是可以供我们进行一个尝试的 你看 我是觉得啊 人家画的图 虽然说啊 就是可能跟一些专门做设计的同学啊 比不掉 但是我觉得啊 就是工程师出身的人啊 能把图画到这个地步 那就可以了 我没见过哪个工程师说 我把这个画图画的特别精致 表达明白它的一个意思就可以了 所以说 这个模板当中啊 不光有它的一个代码例子 我们可以学 它的一个可视化 它的模板 我们照样可以摘抄下来吧 以后你的数据来了之后 传下去 照样式这样一个格式啊 这就是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怎么去利用 然后呢 这块什么 这块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有一个API的一个文档 在API文档当中啊 我们可以Ctrl F一下 比如说 哎呀 我想去做一个随机森林 那我就搜一下呗 搜到这个随机森林之后 我点进去看一下 看一下里边啊 都是什么东西 里边一打进去啊 首先给你介绍了 随机森林 它是干什么的 反正咱们现在也不用管干什么的 然后呢 这块涉及到一些参数 参数当中 你看 它有很多值可选吧 咱们随便举例的说吧 这个是啊 你用什么样的一个衡量标准 去构造数 这个是说啊 你选择的一个标准的名字是什么 这块用经济系数去表示的 这块呢 指定最佳特征数 这块数的最佳深度 数怎么样进行切分 你看 所有参数啊 都给你指定的非常全吧 非常全 下面还有参数的一些解释 都能选哪些值啊 都告你了 你看多少参数 对于每一个算数来说 我这个参数设计量非常大呀 这个就是跟我们用那个什么 这个就是跟我们去用 那个其他库也差不多的 参数涉及的东西啊 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你说你涉及到这么多参数 一个个去背 可能吗 一个去背 可能你有这样的印象 但是好觉着 实际的时候再查一下呗 避免啊 出现一些问题 其实对于这个库还好啊 就是算法没有那么多 常用的就那几个 然后呢 这些参数 还有他能掉哪些属性 得到结果之后 能掉什么东西 下面呢 还有一个小例子 给你阐述一下啊 当前这个东西 该怎么去用 我是觉得啊 这个API文档 做的还都比较不错 你看下面来什么啊 下面就是说 你现在不是搜 这个随机森林的API文档吗 然后他给你 觉得几个例子啊 这几个例子啊 都是用随机森林去做的 然后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都可以去参考吧 这个就是SKLearn 这个库里边 它有哪些 有价值的东西 我是觉得啊 就是有时间啊 大家都可以来去用一下 如果说没时间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边边学嘛 常用的函数啊 基本上也就是那些吧 做过几个案例之后啊 大家应该啊 也是会对这个SKLearn 比较熟悉了 这个就是 我们的几个编机棕 给大家一个个看了一下 然后前面 NAMPANAS MITPROT SEBRON 这几个东西啊 我们就不一个去看了 大家如果说不太了解 看一下官网 感受一下 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一般呢 都会有一个教程的 官网教程啊 要比其他定义教程 都要好一些的 因为什么啊 因为官网的东西啊 时时更新的 它有保证啊 它当前这个东西 是在当前这个版本下 是最合适 也是大家最常用啊 最常考虑的一些问题 这个呢 就是我们先得有兵器 有了兵器之后干什么 用兵器去做事情了 但是就会有兵器去做事情了 就会有兵器去做事情了